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媒体的福传 那神父在今天从早上接待到他们的时候 那陈神父也分享了很多有关在未来 媒体想要做的许多事情 透过媒体能够将我们连结在一起 不但不会失去我们与天主之间的关心 我想先可请陈神父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开始你会变得比较强烈 要在媒体这个福传施工上面 开始做更多天主要给予的工作 其实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最后自己会投身在媒体这个福传上面 但如果你追查加尔莫罗的领袖 特别是我们改革前的加尔莫罗 我们叫Ocom 他们在菲律宾有这个团体 其实他们是投入在社会的工作层面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投入在媒体工作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基因 本来就充满着媒体的因子 当疫情来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圣神的感动 圣神的召唤就是说这是该做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媒体的福传里面 似乎这个疫情告诉我 这个疫情不会太短 我们将会很多东西会封闭 我们将会面对很多福传的福传 我们应该要开始准备好自己 是 那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在圣主教会 我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宗教团 是 那我们很多的时刻 我们的祈祷和灵修 是非常扎根于在整个教会 也根本来说就是我们的基础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发现到整个在疫情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很渴望 因为特别是没有实体弥撒的情况 底下很多人渴望能够进堂 但是我常常在想的是 到底该如何来做 如何让天主的福音的好消息 能够透过媒体穿过任何一个边界 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地区 虽然很多人可能会知道 天主教 基督教 但是他实质上根本不清楚 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 那透过我们开始的媒体福传 也正是我想这就像 我很喜欢圣若望保禄二世 他所说的就是要打开 打开我们的门让圣神的风进去 所以召开了 范儿大公会议 我想现在也是整个 天主教会也在整个台湾地区 或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 都是让我们重新的开始去看到 媒体的福传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刻 我们会注意到很多人会说 这是人所做出来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 从起初天主创造人的时候 给人的理智和自由意志 去创造所有的东西 所以包含我想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整个摄影室 以及包含我们在圣堂 或每一个建筑都是天主赐给人的 恩宠和恩典去创造出来这些东西 那我想再请问陈臣夫 那在这样的过程 在整个疫情过程当中 我想请问一下 到底在整个媒体福传 您做了哪些为教友们服务的事情 好 好问题 那你的问题 要回答好几个问题 是 你可以慢慢地回答 我们一个个来看吧 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问题 就是疫情 然后让大家没有办法进教堂 所以就非常渴望 渴望 参与弥撒 参与弥撒 参与实体的聚会 参与实体的聚会 我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从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们教友进堂 其实是一个习惯 是 真的就是一个习惯 特别是老人家 进教堂已经是一个习惯 所以当疫情一停止的时候 其实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习惯上教堂的人 了解我意思吗 是 了解 所以这些人如果 如果因为疫情 让他们没有办法进教堂 他们会觉得很难受 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对那些没有办法进教堂的人来说 其实对他们反而是获得了一个 选手未有的一个机会 让他原来我可以在 我平时就没有办法进教堂的时候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还可以在线上聆听到福音 虽然我没有办法领受圣体 但是他获得了以前 他从来没有过的 他以前就简直就是跟弥撒完全断绝了 但是现在他还可以透过线上 能够去仰望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天主其实在任何的事情上 看起来是不好的 但他总有他的恩典在里面 总有他的恩典在里面 所以人家访问我 神父你看 大家都熟悉的喜欢 线上的明撒的时候 会不会最后就不会有人进教堂了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现在进教堂的人数 虽然受影响 但是信仰上面有没有受影响 信仰上面有没有受影响 是 我想这个问题 就要请在座的平信徒来与我们分享 因为这是一个最直接 为你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阻挡 可能会有一种 不知道怎么样面对的事实 那既然我们的嘉宏拿着麦克风 就请您先回答吧 我觉得 我觉得平时进教堂的教友 因为都是主日的 也都是在弥撒当中听神父讲到 这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习惯 可能是自己想要去的 那如果因为疫情而无法 教堂关闭啊没办法 但是有了线上直播弥撒 这个功能会让人觉得说 原来天主教虽然关闭了实体的 但是他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聆听圣言 可以去听到神父的讲道 这是一个算是现在时代中最有力的一个浮传工具吧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他会像 如果像刚神父所说有些人会说那如果习惯了之后怎么办 习惯了之后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习惯线上了 他就不用步步去参加实体了 因为最主要弥撒的高峰是圣体 领到圣体 就算你是神领圣体 也没办法去取代你真的去领到的那个弥撒当中 神父所著圣的圣体 我想这个还是会有所差别 至于是线上课程那些 聆听圣言 我觉得那些还是会有差别 其实会影响的 即使他主日去参加MESA的人 其实心在不在MESA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他如果有线上影响到他最后不去参加MESA 其实就代表说 他平时上进教堂 其实已经 已经其实是我为什么进教堂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MESA 一定是因着跟被要求去 对吧 那个心在不在 只是 只是 所谓的线上MESA给了他很好的理由说 我可以不去教堂了 我可以不去教堂了 所以我常常从这件事情反省 信仰坚定的人还是坚定 对吧 不会因为线上的MESA就让他就失去了这个信仰 只要一开始实体 他们是绝对会进教堂的人 而那些平时进教堂本来就是没有那一份心的人 正是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让他知道 我的信仰的 我信仰的氛围在哪里 我的程度在哪里 其实对我来说 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它总是有积极让我们看到 看到果实的一面 也让我们自己反省 原来我是可以对圣体可以完全不在乎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信仰其实是 真的是陪着家人去的信仰 当这个东西变成不重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离开 所以这是一个天主把这样的一个门关起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让我们信仰反省的时候 所以我绝对不会把它看得太消极这件事情 当大家都觉得大家都会离开教会 我说不是 很多东西需要重新洗牌 重新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仰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圣体吗 还是真的为了你的整个 整个灵性生命对主的一个爱的所在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坏事情 所以像神父这样所说的 其实我这里曾经在 有一篇故事 有一个小故事他这么说的 一个两千人的教会 突然间有三个人 母子面拿着步枪进入到圣堂 神父正在举行弥撒 还有其他共地的神父们 然后他说如果谁不想死的 就赶快离开 第一个圣友团离开了 教友们也离开了 连神父们也离开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 因为他是本堂神父 所以他必须留着 只剩下他一个 最后两千人的教会只剩下二十个人 最后蒙面的人把他的蒙面 面罩拿掉以后 就跟神父说 神父你可以开始做弥撒 因为这才是真实 留在教堂的人 那透过这个小故事 我自己在反映 整个疫情仿佛很像会变成 大家认为 现在疫情 那政府说 只能不能超过多少人多少人 我们会感受到群聚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到教堂参与弥撒 来作为我们可能会觉得 是一个借口到教堂参加弥撒 只想在线上参加弥撒 但是我们常在想 我有时候在这么着想 就是在线上弥撒的时候 教友们是怎么样布置他们 今天参加弥撒的这个小祭台 我觉得这是我比较 可能好奇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都是在禁止弥撒的时候 你们在参加线上弥撒的时候 是随便就一个手机 或是一个iPad 或是一个电脑就摆在那里 然后可能还在吃个早餐之类的 我不知道可以请弟兄或姐妹 再来跟我们分享看看 在禁止实体弥撒的时候 在网路上参加线上弥撒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样去准备你们自己 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 那我们固定参加线上弥撒 就是新竹教区 礼拜六晚上的圣招弥撒的线上弥撒 那那个时段其实 刚好是我们晚餐过后 带着小孩子一起弥撒 那我们会就是 我会打开我的笔电 然后带着他回到我们的 我们的空间有一个小的 小的十字架 然后一个蜡烛 这样子 我们会在那里一起弥撒 那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 因为线上弥撒我觉得是 给孩子一个习惯 就是一个他要与天主一起 分享 小杯妈妈要讲 然后像他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要线上弥撒 是要跟天主爸爸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方法 让一些家庭 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家庭 他会比较没有压力 因为小孩子可能 他有的时候可以专注 有的时候可能会分心 那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 我们家是准备好专心 然后不能吃东西 因为一旦恢复实体的时候 他还是要进到教堂 还是要跟弟兄姐妹 共融在一起 那我觉得养成这个习惯 让他习惯参与圣祭礼仪的过程 这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教友 都已经清楚知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长期 长期的一个 一个叫做 我们以后就是 Misa没有了 只有线上了 只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会 转换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相信我们不会 真正有信仰的人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而改变我们 长久以来 当然 在圣堂里面 跟教友的共融 对吧 在圣堂里面的 这个领受圣体的 这样的一个渴望 所以我没有那么悲观 我没有那么悲观 并且我总是喜欢 在任何的改变 我都可以看到 天主的大能在里面 我都可以看到 圣神的工作 所以我从来 从来不会为任何事情的 突然间的改变 特别是圣教会的一些习惯的改变 我们就抱持着很大的悲观 所以这是我们也在学习 学习去领会圣神 到底在为我们 在做这些什么工作 是 就像神父所说的 对每一件事情 都必须充满着信望爱 三德去面对 或许每一个改变 都是天主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早已 早已请祝祂的祝福在里头 但是就像我们现在 因为这样的改变 我们会觉得 很不舒服 很不习惯 那就像我们在 承袭痛苦的时候也如此 因为在痛苦当中 我们会不觉得 天主怎么会在 我这么的辛苦 躺在这里 或卧在这里 我要面对的是 我生命的苦痛 跟我疲肉之痛 但是转换 用一个更深的 灵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我们何不想 将这份痛苦 全然的奉献给天主 就像耶稣基督 在施加上一样 将祂自己 再一次的奉献出去 而这奉献出去的果实 就是天主给的祝福 给的恩典 我相信这也是 我们在整个疫情过程中 即使到现在 虽然一直在 慢慢渐进性的松绑 但是我们仿佛 很像也会看到 就是一旦 最近的基斯的确诊个案 没完没了 那我们的社会 已经是一个 比较处于在一个 分裂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在用 过多的分裂的眼光 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不是 在走向和平 我们只是将和平 这句话语 挂在我们的嘴上 但是我们的行动 没有活出 是因为我们可能 还不了解 什么是爱 因为爱是包容一切 爱是要去创造奇迹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 想的爱都是 是个人自私的情况 所以我想请神父 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在这里 也看到了一个叫做 Litter Way 生意天使青年中心 那我知道 我想请问一下 神父这个已经成立 多久团体 这个团体在去年的三月份 正式的成立 是 所以也可以和我分享看看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成立 这个Litter Way 的青年中心 的初衷的原因是 好的 在 我在谈这个 介绍这个团体之前 我还是要回应你刚刚的 一大堆的问题里面的 其中一个 OK 我先回应那一个问题 你问我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到底透过媒体 为我们教友 做了些什么事情 其实也就是今天来的目的 因为我们看到 疫情开始的时候 各教区开始在启动 媒体的工作 媒体的工作 所以我因为看到 你们有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录音间 我们其实在新竹教区 我们的生意天使 也在积极地在 筹备这个 这个所谓的 媒体中心 来因应整个 时事上的一个改变 是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媒体 开始用不同的方式 来传播福音 我们的 刚刚你提到 我们的已故教终 已经成圣了 罗瓦保禄二世 他真的特别 针对媒体 福传这件事情 做了很大的努力 希望我们能够 借着媒体的 不同的方式 来推动整个信仰 要有新的东西 是 圣神总是让我们看到 新时代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传福音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 感受得到 所以教会很早就希望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多做一点努力 所以疫情其实只是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窘境 你发现到疫情 对我们来是窘境 为什么呢 我之前在参加 新竹教区的 基督教的 合一的祈祷 其实我发现 他们早就已经借着媒体 做很多的福传的事情 你看他们现在 歌曲做得很棒 他们在线上的歌曲的 录制做得很棒 他们青年朋友的 那个创作的歌曲 如何把它转换成 媒体那种画面的 后制的画面 是非常吸引人的 你看到他们的 对团式的话语 对团式的 那个福传的对话 非常的有质感 但是你一进去看 我们天主教 录制的东西 惨不忍睹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 是 惨不忍睹 我每次要在线上 找一些天主教的歌曲 为什么我们老是在骂 你们为什么老拿基督教的歌曲来唱 那我问我们天主教的哪一些歌 是让我们能够直接在网路上 能够听得让我们都很想去唱的 所以我们该反省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没准备好 所以疫情只是展现出了 我们天主教教会的窘境 我们根本平时就没有准备好 我们自己 在突发的状况底下 我们怎么去应对 是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 其实能够加速每一个教区 领悟到这个道理 不无是个好处 所以我总是觉得天主 如果我用十字路望 我们的灵修的角度来看 任何天主给我们 在最坏的时候 其实都是他的邀请 他邀请让我们看到 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该加油了 我们该努力了 所以在疫情期间 其实因为在疫情还没来之前 其实我就已经在灵修这个 在灵修这个所谓的教导里面 我都是到处走的 我是靠 真的是靠体力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开读书会 一本书一本书的介绍 辛苦不辛苦 辛苦 辛苦 并且你去到那边 就只有那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最多就是一百多个人 听你讲课 而就现在那边的教友 疫情来了之后 我现在不需要到处走 我依然在线上上课 而我每一次线上上课 不单只是新竹的 我还包括全球有兴趣要听课的人 所以这是媒体的动力 跟媒体的魅力所在 它其实可以让我们信仰 可以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它不会让我们 所以我们说信仰是活泼的 在媒体这个疫情里面 媒体让我们整个信仰变得很活泼 不是单一的一个地方 我们那么多地方的教友 都能够在线上一起交流 一起唱歌 一起歌颂赞美 它不会只是单一的堂口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 天主把一扇门关了 一定会把另外一个窗开起来 并且绝对是最好的 如果你老是悲观地看待的话 你就失去了看到这个恩典 你就一直存在着以前习惯 只要这个习惯被破坏了 你就觉得好像就完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 一直以来的那种模式 我们要常常要看到世界 天主提供我们很多很多 很棒的很活泼的信仰的方式 其实这疫情让我们体会了 疫情让我们体会了 所以这一点上我一定要回应你刚刚的问题 在其中特别这一点 所以我要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害怕媒体这件事情 不要害怕我们在线上 用线上来跟我们跟天主交流的事情 不用去害怕 我一直说 圣神的工作一定比你想象中来得更美 来得更好 我们相信世界上再怎么样的乱 只要我们心中有天主 我们相信天主在乱当中 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安排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信德里面 接受整个变化 我们利用天主给我们最好的工具 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多的担心跟害怕 我想这也是一个学生神父的分享 我自己也在整个疫情的过程中 我特别去了在线上上了一门课程 在基督教他们有所谓的 冠冕理财协会所办的一个理财课程 它的根基是透过整个圣经的金句 然后去做一个延展性 教导我们怎么去管理钱财 很多人在这个疫情当中 很多人也没有工作了 或者是无薪假在家里 那无形当中他们的压力来了 就是为了经济的情况 但是这代表说也就像神父所说的 我们知道说理财很重要 但是很多的时刻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不知所受 会开始紧张 是因为我们只把这个所谓的理智的东西 灌入在我们的脑袋当中 却没有在生活当中活出来 那我自己也因为 我在教区是负责儿童牧林的工作 所以我也去了 应该是两周前 我也到了嘉宜的双服教会 去参加他们有关就是 儿童主日学的理财课程 那也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让我再去碰撞 去学习 怎么样去看待 小孩子们在从小的培育 那因为很多的时刻 尤其是讲到钱财这种东西 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予培育 那也就像神父讲的 我很喜欢刚刚神父所说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乱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在我们心中 真的感受到天主的存在 即使在这份乱的过程中 我们的心中还是拥有那一份爱活 更是帮助我们去面对 前方的路 不管多么的崎岖 多么的困难 但是总是天主 走在第一步 因为他会先为我们挡掉 所有最大的灾难 而一些我们会碰撞的 小石头打在我们的身上 只是为了考验我们 是否还是会愿意相信 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继续往前走 我想可以这样子来回应 刚刚神父所说的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一边 其实我是加尔摩罗的会士 那你今天看到 我们在这一边有看到圣仪天使 圣仪天使 圣仪天使 圣仪天使跟加尔摩罗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首先我先回应的 然后我们再来谈到这个little way 我们加尔摩罗有一个团体叫做再俗会 再俗会就是我们有男会士 就是我有修女院 在琼林在深坑 然后在大林以后就会出现第三间影修院 这是我们正统的加尔摩罗的团体 男会士 女会士 然后我们延伸出来的再俗会士 我们叫做 叫做圣仪天使 不是 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我们叫做第三会 第三会 好 这是我们 我们 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 但为什么会出现 圣仪天使呢 要说到 影修院里面有一个修女 叫李安修女 她已经过世了 李安修女在前两年过世的 两年还是三年了 三年了 过世了 她那个时候在影修院里面 推动一个灵修课程 因为她一方面在翻译所有我们 《十字路望》跟《大德兰》的书 翻译出来的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让人家认识我们的灵修 所以她就创立了一个 团体 那个团体还没有名字 她就让这些人 对加尔莫罗灵修有兴趣 想阅读《十字路望》跟《大德兰》书籍的人 都到影修院里面去听她讲课 然后她带领着这些人来认识灵修 我们加尔莫罗的灵修 因为修女不可以出来 所以只能够他们进去 固定的时间进去 修女陪伴着他们读书 一直到我在2013年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尽夺神父来到台湾的时候 然后开始 李安修女就希望 这个团体的人能够成立起来 为加尔莫罗的领袖推广 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叫做圣医天使 为什么是圣医天使 因为这些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然后他希望他们像天使一样的 把这一份圣神的感动 在圣人写出来的书籍里面 圣神的感动 如何活出一个教友的生命 因为灵修什么叫灵修 就是我们能够按照福音的教导 生活的人 所以福音不是听了就完了 福音不是听了理智上了解就完了 而是要活出生活的 所以这个才叫做 我们说是有灵修的人 有灵性生命的人 所以大德兰十字若望 就是把福音活在生命中的人 写出了这么棒的这些书籍 不是写出来摆在那边 不然写出来摆在那边 他们用了毕生的生命的经验的 跟天主的关系体验到的生命 而他们自己享受到的 那个圣洁的生命 用意何在 当然是希望能够传给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希望成立圣仪天使 把这些他所培育的人 能够派遣出去 到处去把我们的书 介绍给别人 用读书会的方式介绍给别人 但是很可惜 这个圣仪天使还没成立的时候 李安修女就过世了 过世了 而他过世之前 其实是我 因为他过世的时候 我人不在 我在国外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 当然主寄了他的殡葬密撒 而那些陪伴他离开的姐妹们 就告诉了我 李安修女要告诉我的话 我说告诉我什么话 他说 以后我们的灵修 有什么问题 你就去找成神父 我已经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他了 所以这是李安修女 离开人世间给我的托付 其实这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 为什么我可以花一点时间 说一些奥妙的事情给大家听 我在菲律宾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读我们自己灵修的书 而那个时候我们读的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在读灵修的书 我在读我们圣人的灵修的书的时候 其实我有很多的感动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在遇到我灵性生命上的挫折的时候 其实我往往从他们的身上领受到的那个圣神的感动 而那个感动让我能够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所以每一次都是借着他们 让我一次一次地度过我信仰的难关 所以我就决定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把它翻成中文 让我们能够看懂中文的人能获得这一个宝贝 这是一个宝贝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就立志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翻成中文 但我没有想到 我进度之后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台湾 我就被派遣到台湾来 所以我想是不是天主的旨意 要我把我们的灵修传给讲中文的这个群体 所以我想应该是翻译的时候来了 但没有想到我来到的时候 才知道李安修女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 并且她已经把重要的书籍都翻译完了 你看李安修女 其实我们很想念的一位修女 原因就是她用毕生自己的召唤 把加尔莫勒的书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她真的就是用生命来换取这几本书的呈现 所以我在想 她用毕生的生命把书都翻成了 我们就让她摆在这边摆烂吗 而她最后的叮咛 我知道这是我的任务 天主不让我做翻译 但是她要我来把这个东西 好好地传给每一个人 所以你就会想到 我再怎么辛苦 我都要把这个任务给接下来 我再怎么受到大家的怀疑 为什么你要常常跑来跑去 你为什么不好好当一个会师 在会员里面祈祷就好了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清楚神父的意思吗 了解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召唤 你把整个事情连接起来 你总是可以看到 天主在当中已经传递给我 他很重要的一个委托 所以我不论多么辛苦 我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 但是疫情却让我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美好 疫情让我不能够再走的时候 线上课程就立马就出来了 线上课程一出来之后 你发现到 其实反而受益的人更多 来过线上听课的人 你到一个地方 二十个人就二十个人 但是我线上一堂课 就可以有一百个人来上课 一百个人还是因为我有限制 如果我不限制的话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 想在线上里面听课程 所以我们在线上课程 其实让我突然间 我的信友们 不单只是台湾 也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澳洲 包括纽西兰 包括美国 所以这是一个 我相信 它是绝对是一个 一个美好的 一个天主的安排 绝对是美好的安排 所以也因为疫情 我刚刚已经分享了 我们都习惯了 自己本堂的事情 但是疫情让我们 从本堂开放到 整个教区的合作 整个教区又让我们 透过媒体 更跨出了台湾 让我们的 我们的灵修 台湾的Misa 神父的讲道 甚至到了国外 共同的来参与 这个感恩圣迹 像这一些 才是真正教会的精神 教会不会只是 一个地方的教会 它本来就是一个 全球的教会 所以为什么叫做 Catholic 大公教会 所以我们 疫情反而让我们 做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看到了 跨出去 让更多的声音 更多的人听到 不同的福音的 神父 不同的 他们精辟的 福音的分享 可以听到更多教友 不同地方的人 信仰的分享 所以绝对 这是一个 很好的 把那扇门关了 但是却开了一个 最美的新门 让我们的新门 都打开了 所以这是一个 活泼的信仰 这才是一个 活泼的教会 教会需要 这样的一个活力 确实 教会很需要 不同的活力 贯注在 整个堂区 那像刚刚 神父所说的 我很喜欢 神父所说 就是从 我们太 很多的时刻 我们太注重 我们个人 我们跟自己的 所属的堂区 但是 我们没有建构出 我们就是 跨堂区的合作 跨堂区的合作 到整个多区 再到整个教区 那整个 跨教区之间的 合作 到整个 整个普世教会 这才是 整个天主教会 一个更加 更美好的 共荣精神 我相信 神父今天 这样的表达 我相信 献上的弟兄姐妹 这也是可以帮助 我们重新去醒师 我的眼光 摆在哪里 耶稣基督的眼光 是照着 整个普世教会 而非 我所属的团体 我所属的团体 的确很重要 但是 在如果 重要的情况 在 你的所属的教会 是一个 比较少 人数的地方 但是我们就要 想办法 怎么跟 我们周边的堂区 做联合在一起 创造出 我们最大的 资源共享 我相信 才会让我们的教会 更加的风波起来 也能够让更多的青年 有更多的自主性 他们所想要做的工作 也能够一步一步的 在圣神的带领 给我们新的活力 新的创造力 我相信 这是在教会里面 透过此次疫情 能够 借由天主圣神 给我们一个 新的生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